人格对世界有影响 人格对世界有影响 还是世界对人格有影响 所以我们下面进行这个部分 叫做现象学的人格理论 就是到底对人格的这种说法是什么 那我个人的观点 有这四点 第一点 现象学观点的基本假设 认为个人的行为 多半决定于 个人对事件的知觉 和了解的方式 所以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就是我认为 现象学以为 它对一个人的基本的假设 现象学的基本的假设 人格的基本 就是个人的行为 多半决定于 个人对事件的知觉和了解的方式 所以你对这件事件了解的很完整 你的态度 跟你事件了解的不完整 你的态度是不同 而我们的人格的形成 按照现象学的观点来看 我们是事件加事件 事件加事件 逐渐地我形成了 我对我自己人格的见识所造 所以这个是现象学观点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自我的发展 那我的发展靠什么呢 靠我对事件的观点的理解的程度的增加 或者减少 而我人格的发展 我如果人格里没有关系 我人格不会发展 因为只有你一个话 你人格不会发展 你需要发展 那你为什么要发展呢 因为你有一个关系 关系为什么发生 那是因为事件 如果我跟你没有事件 我们不会有关系 举个例子来讲 你们大家都进福人大学 进福人大学是一个事件 因为你们选了福人大学 所以你们才在你自己相遇 所以因为借着这事件 你们见过了这个关系 所以如果没有事件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们说 说我跟他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们就变成朋友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毕竟是有个事件 比如说一个场合 一个location的地方 一个timing 造成一个事件 比如说我去 三个亿年买东西 我最前天才听到一个可笑的事情 和一对夫妻来看我 后来我说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女生就说 只是因为我掉了十块钱在地上 后来他帮我捡 我们就认识了 然后我们就捡我 他说这样报告 他老大了 他说我想刚才捡他 是因为他说他掉了十块钱 然后来他帮他捡 捡了以后就喷弹 喷弹又觉得 看对方不难看 还顺眼 就开始继续交往 然后就这样了 然后最后发展成为 就是这个夫妻关系 你们觉得有没有太荒谬 也有可能呢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看有没有 我们报上也看到事情 说什么一个女生 在路上走 男生起活车 撞到女生 把女生撞伤 然后他就把女生送到医院 然后从此以后 他觉得很对不起女生 就天天去看他 瑞德就生气了 有没有这种事情 也不是没有啊 对不对 也有啊 还有举个例子来讲 医病关系 医生跟病人的关系 病人来看看 常常看某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对这个病人 有好感 然后呢 病人也觉得医生不错 就借着病 就来看后来 有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那个自我的发展 所以 然后另外第三个呢 这是我在发展过程中 那我自己 怎么去肯定我自己 就功能 我到底有什么用处 我有什么价值 就借着这些事件 然后我把它组织起来 产生一些组织的特征 这个时候我的自我就出来了 自我出来了 我要跟你们讲的一件事情 你们也听到 你们两个也听到 注意听啊 没有人对另外一个人 有特别的权利 可是我为什么会认为 我对着你有权利呢 因为我觉得 我跟你的关系 已经建构出来 这种 彼此之间的权利 和义务的关系 懂不懂 各位同学 如果你们不选 福人大学 你跟我有没有关系 没有 所以我们这个 私生关系建立不强 因为你选了 福人大学哲学系 而我在福人大学哲学校 所以我们建构了一个关系 叫做私生关系 因为私生关系建构了以后 权利义务就建构了 就是因为这个关系里面 允含了权利和义务 男女朋友关系里面有没有 当我们跟对方都已经认定 对方是我的对象的时候 权利有关就出现 我觉得我对你有权利 你对我有义务 所以你不可以劈腿 你不可以跟 我不喜欢的女生讲话 更不可以跟我喜欢的女生讲话 更不可以 哇这个关系就很复杂了 对不对 因为就在这个组织 组织特色是什么 就是权利有 权利有关系 所以你们来念福人大学 如果你不念 你跟我关系都没有 各位同学 不信的是你一辈子要教我老师 虽然你不怎么欣赏我 你也一辈子要教我老师 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已经被我教过 教过了就是这样 一日为师嘛 就中日为终身为师嘛 我不是那个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没有这个观念 一日为师 终身就是 他私生关系就在那 所以你看到我 你不能教我理解教我 对不对 你虽然背后可以教我理解教 但是我的面 大概就教我老师 对不对 不敢 当然现在因为我的身份 所以你还不会教我老 他就会教校长 等到过几年 我会当校长 你就教我老师了 对不对 我这个师生关系就 就不敢 所以 在这个组织特色里面 有些关系是永不磨灭 有些关系是有世界性的 有些关系是有世界性的 但是呢 他所受的影响 可能是终身的 所以这个第三个 第四个呢 凡是属于自己的一切事物 都会被纳入自我 也就是说 我自我发展 过程里面 不管我跟我朋友的关系 的深浅 忧虑 通通会变成自我的一部分 所以过去 你不喜欢的一个朋友 你在那边所受到的一些痛苦 他会变成你自我的一部分 所以只要有人提到这个人 你心里就会刺痛 你不可能毫无影响 所以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 是非常好的关系 所以只要任何一个提到 你心里面就会有甜蜜的感觉 你永远不会磨灭 永远不会磨灭 所以他就纳入自我的一部分 所以全部都是在 自我的成分里面 都是在自我的部分 所以你是不能改变的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所有接受 因为你做了选择嘛 所以各位同学都了解 在自我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做了选择 当我做选择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成为 我终身的一部分 我如果不选择的话 大概没有 举个例子来讲 我只是在二十年前 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选择什么 选择把五块钱 丢在一个乞丐的脖子里面 到今天位置 我还记得这个乞丐 所有其他乞丐我都记不得 比如说我曾经给他多少钱的 其他我记不得 或者我拒绝了 我都记不得他是谁 可是我就记得这个 因为他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形成了我对这个乞丐的一种判断 也就是说在二十多年前 台北火车站起来有天桥 那有天我要去伊兰演讲 所以我走天桥 走天桥就要搭火车 那天桥上面就有很多各式的人等 其中一种人叫做乞丐 所以我过去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先生我好可怜 我都没有东西吃 捐点钱给我吧 所以我说好可怜 我讲听了口气蛮诚恳的 蛮客气的 所以我就掏钱 那大概没有人会把整票子捐给他吧 大概就看身上有零口子嘛 对不对零钱 所以我最好身上有五块钱零钱 我就给他 我自己就觉得自己日行一散 哎呀好快乐 就走没有几步被他叫回来 他说先生现在啊 最低捐献额要十块 哎我说你是乞丐呀 那他就说 乞丐也有尊严啊 你现在五块钱 根本不能买馒头啊 买馒头多少十块啊 我说这什么话嘛 我就把那五块钱拿不出来 我就连一毛钱都不捐给他了 我觉得这个太可恶了嘛 好这个世界我永远记得了 对我来讲影响就很深远 因为我后来我就想 到底我要怎样捐钱给人家 那人家 no contact 对不对 我捐的钱给你还被content 做好人还没吗 太过分了嘛 各位同学 你们有没有干过这种事 每一个人大概都多多少少 所以我刚才都说 前面一节课 我问你们说 你们有没有曾经有一个 对不对 有没有过这样的事件的发生 每一个人都会发生过 抱怨了 被人家抱怨了 自己抱怨了人家 被人家抱怨了 有没有都有嘛 总会没有了 好 每个世界它都是process 都在生命中呈现 所以现象学告诉我们说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后来构成 你生命的本质 都是构成你生命的本质 所以你都没有 你迷茫逃避 你迷茫逃避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 所以各位同学 我认为 这几个各位同学应该注意 所以后来 这个胡思思说 要怎么收获 就要怎么栽 问题是 我栽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 我会收获什么 这才是我们的困难 对不对 因为我们常常 你迷茫控制你的脾气 你迷茫控制你的想法 你迷茫控制你的感觉 所以到时候这个脾气一来 感觉一来 你就讲出一些话 这些话可能你终身就要承担 你终身就要承担 所以因此我们说谋定而后动 很难 你要达到这样的境界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现象学告诉我们说 因此这个人格的理论 建国的神就是靠送 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叫卡罗吉尔斯 卡罗吉尔斯 没上转 好 我们下转看 下一 懂没有 好 现在看基本假设 你看 首先我们看 这个各位 我们看前面 前面 前一页 前一页 就这四点 对不对 这四点 我们就先说明这四点 很快地说过去 然后我就看卡罗吉尔斯 下一页 那个人的行为 多么个人对事件的证 行为的原因不是事件本身 而是个人对事件的直觉 就是我觉得应该这样 所以我就去做了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根本不是事件本身 而是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你今天为什么来上课 第一个嘛 恐惧心理嘛 怕被老师当 第二个 喜爱心理嘛 我爱老师啊 你们觉得好可笑 对不对 也有人有这样 第三个 我对这门课有兴趣 对不对 第三个 第四个可能是什么 我喜欢这些同学 第五个 最荒谬的 我喜欢这个场地 有没有 有啊 比如我喜欢中正纪念堂 不管它什么东西 我都喜欢 我就去 对不对 我就把中正纪念堂 当成我这个参长要去的地方之一 有没有选择 有啊 不是没有吗 就是这里面 所以行为的原因不是而是个人对的事件 第二 所有的行为都决定 Penomenal Field 就是这个事件会不会发生 跟那个现象 场域啊 是有关系的 所以各位同学们 有这个场所 就会发生这个事件 因为你进了福人大学 所以福人大学发生的事情 都跟你有关系 对不对 如果你进了台大 台大所发生的 跟你有关系 也有关系啊 也有关系啊 就是那样去看见 所以各位同学 说你今天是福大的学生 你明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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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台大 台大发生的事情 在你所 去的那个时候 所发生的事情 跟你是有关系 对不对 我们刚刚上里边 听到有个同学说要跳舞 他一定决定不要跳舞 后来你有什么决定去呢 可能有好几样原因嘛 第一个原因觉得是 不料可惜了嘛 第二个可能是 休息够了 静悸而失动嘛 第三个热爱跳舞嘛 还有怀念那些老朋友嘛 怀念还有这个 很多理由嘛 这些理由就决定了现象场 现象场是个人在特别的时刻 所经验到的一切 那些美丽 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看过阿里山日出 我去了四次 三次看不到 对呢三次都没有看到啊 后来我就跟我自己解释 说 我干嘛去阿里山看日出 不是 你照在台北每天都可以看到日出嘛 你该不一定要见阿里山看日出 那是神经病嘛 为什么一定要选那个地方去看日出呢 过两天有更多神经病要去东海岸 要看日出嘛 而且还要坐火车 花很多钱 你早上起来就看到日出了 对不对 你早一出门就看到日出嘛 就日出嘛 不是很好吗 你看这样解释不就很对了吗 你所经验到的一切 那我的想法跟你想法不一样啊 你觉得要去那个场合 去看那个 才可以给自己生命中 有一种深刻的经验 但是我觉得不必啊 所以每一个对那个评价是不同的 所以行为的改变 来自于知觉的改变 所以现象长的改变 代表行为的改变 今天你在这里 夫人大学哲学系 你上课的时候 你过去四年来 三年来 你上课的态度 大概没什么改变 安定的听嘛 比如说我在这个四岸 上哲学人学 对不对 同学们对我的接受度 开始觉得很怀疑啊 因为我觉得哲学人学 这样上的吗 那我就问同学 有几个同学来问我 老师同学 他问我说 哲学人学这样上的吗 我说那你认为 哲学人学应该怎么上 其中有个同学坦白说 老师没经验 我没经验 所以不知道应该怎么上 可是我感觉好像不是这样上 我说你没有经验 然后你就说你应该这样上 那很清楚 你的应该是从哪里来 历史 从过去 在哲学系上课的经验嘛 老师们都这样上课的方式嘛 你怎么今天上课的方式 跟他们都不一样 所以各位请记住 我的观点跟你的观点不同 不代表我错 不代表我错或者你错 因为你的观点来自历史 而我的观点呢 我比你更厉害 我不但有历史 我还有现况 还有我的想法 所以我再改 对不对 我要改变哲学系的教学方法 不可以吗 怪怪的 对不对 大家就说好像就不可以的样子 好像我改变这个哲学系的教学方法 就不对 所以那哲学就永远不能被人家理解 所以后来上里面 很多同学就给我留言 对不对 留话 就说 说这个开始的时候觉得不能适应 后来觉得 这个对我们很有帮助 所以我们那个 现在问 就是一门学问 你所有要求他的 实际上对你有帮助 所以就改变了 那好 现在我把那个哲学人学的现场 再改了 所以大家也就接受了 那慢慢发觉 所以你们的意思就有提高 现在甚至有几个同学 他会给我写一名 说老师如果当二的时候 你就这样上课 我们就有帮到老师 可能我们整个哲学系的气氛会不一样 对不对 确实是如此 气氛会不一样 另外就是因为 大家每个老师都是纸本在教书嘛 觉得他们老师都是照本宣科嘛 那觉得很无聊嘛 也不知道在干嘛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 好 下一页 那自我呢 这个 库里说什么 looking in class 就是好像我们看 我自我发展就好像看一面镜子一样 这面镜子如果模糊 你对自己就模糊嘛 你不插 就好像 惠人嘛 对不对 跟神秀讲的话 心如明镜台 神秀讲 时时擒佛式 对不对 漠视了尘埃嘛 那你镜子模糊 然后你就看不上 你的心跟你自己就像一个镜子一样 你看不清楚 你知道不知道你自己干嘛 所以你要让你自己清楚 你要有 所以苏格拉里说 未经检世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 所以你每天要检世自己嘛 检世的意思就是擦嘛 擦干净嘛 如果女生擦镜子 比照心静厉害 对不对 镜子每天都照 弄来吧 所以我听说有些女生 在镜子面前待五个小时都不觉得累 对不对 都不觉得累 可是 检讨自己 一分钟就觉得好累 那就不对 所以 个人的自我概念 即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 去决定于我们认为 别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家 常常是这样 我认为我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那你的基础是什么 因为别人都喜欢我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讨厌的人 因为大家都讨厌我 所以我就问这样 所以慢慢我们要见过一个 一个自我的中心嘛 就是说我不要因为别人的影响 而影响了我对我自己的看法 到底我对我的看法 可是问题是 那我如果把他人 他者 从我这里面取除掉 我剩下什么 我剩下什么 几乎没有啊 因为所有我所建立自我的概念 都是从跟对方的关系中建过起来的 有没有人说你们在座女同学具有中国传统对女生的称呼啊 温柔婉约 有没有人对你们说过这四个字 哎呀你看这好温柔婉约哦 我看很多人恐怕是蛮强悍的 好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温柔婉约对不对 当然可以 因为这是自我概念 可是要confer吗 对不对 我认为我温柔婉约 然后每一个人说有吗 少臭皮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在这个反映的过程里面建构了这东西 举个例子来讲 上个星期六 十二月二十六号我去参加一个塑专班同学的订婚 那个女同学 然后他们说请校长讲话 因为这个学生是我指导入门的 所以他又请了他自己 因为他们在一支专班嘛 所以他自己是一个 他在教育部工作 教育部工作 在教育部教育会工作 所以他也请了他长官 他也请了他老师 他大学是政党教育系的一个同学 这个同学我们都非常喜欢他 上学 我就对着 我说这个男女生啊 男生啊 是我们辅大法律系毕业 他是一个原著名 这个女生呢 是师大服从毕业 财女 念到政大教育系 嫁给要嫁给这个男生 我说啊 一个在政大 那么优秀啊 师大服从优秀 一个从花莲原著名 念到夫人 加分进来的 这两个不知道是天使跟魔鬼 还是什么 大家都讲话 可是今天我要告诉男方啊 一个这么温柔婉约的女孩子 你如果不好好疼惜 夫人大学会把你开除 就我讲完这个话以后 接着教育部的长官就来讲 他说刚才李小长说那个新娘啊 是一个温柔婉约 他说我百分之两百赞成 在办公室里面表现的就是那种温柔柔 声音轻轻巧巧 非常好听 然后非常乖顺 然后呢 他的老师 师大教育系老师也来讲 说刚才李小长讲的 就是我要讲的 我讲了那句话 就被小长讲走了 我现在没话可讲了 他就就让他讲 所以关于这一点 我们大家都同意 所以这个表示说 可是这个女孩子就很不好意思啊 新娘子很不好意思啊 他说老师我没有了 讲的又是很柔柔的 我没有了 哎哟 人家说这个 我见游连啊 这种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 他就提出说 怎么看到我们就 所以库里就提出 look in glass的概念 所以因此 你认为你自己是某种人 看看镜子 然后问了 所以各位女同学 每天早上照镜子 写眉毛的时候 化妆的时候 问一下说 我到底是什么 who am I 然后下面就说 I am what 问自己 这个 慢慢这个镜子 就会变成磨镜 它会有催眠作用 弹镜子 然后问说 who am I I am a beautiful girl 你就每天让她讲 逐渐你的脸上 因为beautiful这个发音啊 会让整个嘴角上扬嘛 眉毛会上扬嘛 眼角会上扬嘛 I am a beautiful girl 叫江少 你慢慢黏那个旗的时候 就会改变 这是库里的观点啊